今天呢 我们就简单的谈谈 到底苹果的这个这么多型号的电脑要怎么去选 那之后我们再来谈 当你选第一台电脑的时候 上面有那么多的配置 你要怎么样去选 最适合你的配置 大家好 我是陈寗 苹果电脑有这么多种 其实 这样说好像也不太对 那个 Dale 那个型号更多 但是呢 苹果其实对你真的要买的时候啊 他这五种型号 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太多了 所以呢 到底怎么选会比较好勒 我们今天就来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先跟大家说 这个系列会有很多集 因为呢 我们先选了型号之后呢 还要选配置嘛 选了配置之后还要选去哪里买比较便宜嘛 所以还会非常多集 那我们今天第一集呢 就是先来讲这个苹果电脑 什么桌子 iMac 啦 Mac Pro 啦 这些到底怎么样选会比较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这个 那开始之前呢 要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铃铛 打开通知 那我们就开始了 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来讨论一个 很多人会讲的问题 我到底是要买PC还是买 Mac 其实这件事情呢 我必须说 首先先看一下你的预算啦 因为你买 Mac 的话呢 以这个 MacBook Air 来说 至少要三万多起跳 而且三万多起跳那一台我还一点都不推 因为苹果都不敢买最入门那一台 因为那一台真的都比较差 就是买了会后悔的那种 所以呢 我们大概至少要抓四万预算起跳 之前有一个学妹就问我说 学长啊 这个我买苹果怎么样啊 结果最后他就买了那个联想 为什么他买联想 就是因为他看了看之后 觉得发现 自己预算只有两万多块 那还是买 PC 好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预算都够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看第二件事情 就是你这个预算啊 在买你要的这个硬体配置的时候 是不是合理 就比如说你就是只有四万啊 那四万买苹果的话是买不到独显的机种 可是你四万就是一定要买有独显的笔电 那不好意思你就买 PC 吧 这还是回到一开始说的预算问题 但是当你今天预算都无限的时候 我会建议 除非你有很特殊的需求 比如说你要电竞笔电 不然我会建议直接买 Mac 就好 因为呢 Mac 的电脑 他并不是只是比较贵 很多人都说只是卖那个 Logo 我只能说这些人就是肤浅 我们不要跟这样的人去计较 这个 Mac 的电脑 他不只是那个 Logo 也不只是 OS X 现在不叫 OS X 现在叫 Mac OS 不只是他的系统 其实苹果电脑呢 他整个的精致度 他的做工 他的用料 都是远比市面上多数的笔电 还要更好的 所以一台苹果的笔电用个十年二十年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的第一台苹果电脑 Macbook 那是 2006 年的电脑 我现在还在用 我之前是我爸在用 现在我拿回来有时候拿来玩玩 还有更之前我曾经拥有的 Maccube 那个是二十几年的电脑 拿来打心海还是顺顺的 超棒的 所以呢 苹果的电脑可以用比较久 这件事情也影响到他的二手价 你可以自己上网看一下苹果二手价 2015 年的苹果电脑 至少都可以卖个两三万 之前我看了 2015 年的 Dale 笔电 我看了价格吓我一跳 多少钱? 3000 3000耶 那个二手说真的要我 我连卖都不卖 我就直接收着就好了 所以你买了苹果电脑 你会想说 我一开始投入比较多钱 可是你可以预算 比如说三年后你会把他卖掉的话 其实你的持有成本真的不高 因为他的这个 就折价是还蛮慢的 所以 要我来看的话 只要你的预算不会太紧缝 我会建议直接买 Mac 哪怕你要买来灌 Windows 我还是建议直接买 Mac 因为他是一台精品 一台做得非常精良的笔电 就像买一台双B的车一样 我可不可以买 B&W 买菜? 可以 因为他就是一台比较好的车 就是这种概念 那 当你 决定要买了之后 你就会遇到第一个问题 我要买桌机还是笔电 要知道一件事情 在苹果的世界里桌机的效能永远都比笔电好 这是因为桌机用的是桌机的电脑零件 所以他的性能本来就会比较好 因为笔电要迁就电池跟功耗的关系 所以他性能会差一些 所以 在同样的预算情况下呢 买桌机效能绝对会比笔电好 所以你先看 如果你大多数使用的时间都是在家里 在一个固定的环境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买桌机就好 买 iMac 或者是买 Mac mini 当然你要买 Mac Pro 我也没意见你预算就是高 那我没意见 但是呢 要买的话 我会建议啦 直接买 iMac 或者是买 Mac mini 那这两个怎么选 就是看你要不要萤幕 如果说我自己就是有比较好的萤幕 比如说像有的人家里有这个 Azo 的萤幕 那你就买 Mac mini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Mac mini 没有独立显示卡 所以呢 如果你一定要独立显示卡 直接选 iMac 这个我们之后再来详谈 但是呢 你先这样选 我会带出门 我就买笔电 我不会带出门 我就买桌机 那以这种来选的话呢 我最后 我从以前到现在 我都是用笔电 直到前两年我买一台 Mac mini 为什么 因为我一定要带出门 而其实苹果的笔电效能也不会太差啦 其实多数在那边嫌 效能差的人 他其实都没用到那么高的效能 文书处理这些很顺非常好用 上网非常好用 我觉得这样是很够的 那买这样子的笔电 然后如果你真的在家里还是需要一个大萤幕 那你就再买一个大一点的萤幕来用就好了 其实现在萤幕也不贵啦 所以你就直接用这个方式你先选 如果我不会带出门我就直接买桌机 因为同样预算可以买到更好 但如果我还是会带出门 那就买笔电 这个时候你就会遇到第一个难题就是桌机要怎么选会比较好 因为现在桌机有四种嘛 Mac Pro iMac Pro 跟 iMac 跟 Mac mini 那其实这个东西我刚才有稍微提到的就是如果你已经有萤幕的话 那你就直接买 Mac mini 但是如果你没有萤幕或者是你要独显 你要最好的效能的话 不用想直接 iMac 买下去就对了 因为 虽然他看起来很贵 但是不要忘记他其实包含了萤幕的价格 那个萤幕至少也可以卖个两三万 所以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萤幕加桌机的一台电脑 所以那你如果说你要好一点的效能那就买 iMac 可是如果说你的工作需求比较特殊你比如说你是做那种星空摄影 或者是影视剪辑 那你要更好的效能 那 iMac 可能会满足不了你 你直接直上 iMac Pro 那一台黑色的 iMac 那一台效能 通常对多数人来说都是够用 但他的起跳价很贵 随便就是十几万了 所以对一般人来说啦 除非你真的有那么靠的需求 不然直接看 iMac 就好了 甚至呢 那你说我买到这个 iMac 27 吋真的太贵 你也可以买 21 吋的 21 吋他比较小嘛 那你以后要大萤幕再多买一个萤幕 这样还有双萤幕用起来不是很好吗 所以呢 这个 iMac 21 吋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他比较便宜 那这个 Mac Pro 跟 iMac Pro 怎么选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看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你的预算 第二个是你的需求 如果你的需求真的是超高 或者是你的生意 你做的行业就是超赚的 那我会建议你就直接买 Mac Pro 就好 因为 Mac Pro 他真的效能好很多 而且他可以扩充的东西也比较多一点 只是 Mac Pro 真的 很贵 你看他光是电脑就要差不多十八万了 再买萤幕也要十五万 随便就是三十几万 跟那个十几万就可以买到的 iMac Pro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东西 所以直接看预算来选会比较快啦 其实这就好像有人问我说 陈寗我到底该买 B&W 还是买劳斯莱斯 我觉得这根本没什么好选的嘛 劳斯莱斯跟 B&W 价格差那么多 所以就是这种概念 如果你的预算就无上限 我就是 一个月赚个一、两百万 那三、四十万、五十万 对我来说没差你就买 Mac Pro 但是呢 还是有差的话 那就买 iMac Pro 这个是苹果效能最顶尖的两个组合 但是呢 当你走到笔电的时候 笔电以前还有点难选 因为以前笔电有三种 但是现在笔电很好选的 因为现在笔电就两种 MacBook Pro 跟MacBook Air 那很多人会纠结在说 我到底是要买 Pro 如果还是要买 Air 其实我会建议啦 如果你的预算不是太紧绷的话 直接买 Pro 就好了 因为呢 那个 Air 在我看来 其实是一个很没有诚意的 Air 因为他的重量跟 Macbook Pro 的 13 吋 就他都是 13 吋 他的重量只有差一点点 好像差个几十还是一、两百克吧 那就是我之前说的 就跟一瓶养乐多差不多 那你就拿养乐多做个重讯 你就可以负担得起 那多出来的一点点重量 所以呢 除非你真的预算很紧绷 或者是你超爱那个 Macbook Air 的各种颜色 因为他有很多种颜色 不然我会建议直接买 Macbook Pro 就好 因为 Macbook Pro 他所有的硬体都比较好 比如说他的萤幕比较好 比如说他有 Touch Bar 所以这些东西呢 加起来我觉得他的那个价差 其实已经没有 就是那个价差是小于他硬体的 的这个 提升的幅度的 所以除非你真的说 我就是差那几千块 不然我会建议你直接买 Pro 就好 那当然如果说我就是预算不够 刚刚讲的嘛 预算不够又喜欢多颜色 那你就买 Macbook Air 吧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其实 Macbook Air 在我看来 他就是一台比较漂亮的小笔电 虽然可能很多人会不认同 因为他真的还是比较贵 但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轻量级的 比较漂亮 比较时髦 可以带出我们用用的小电脑 但是他的萤幕面板也比较差 现在没有差那么多了 以前是差很多 但现在还是差一点点 然后再加上他的整个硬体 都觉得做的就是没有 Pro 的好 所以呢 能买 Pro 就买 Pro 但是真的今天 预算有限又喜欢颜色的话 你就买个 Air 吧 那也是不是不行 只是我是不会买的 这个 这种情况我是绝对不会买 那这个是你会可能 最后 然后会有一个小疑问就是 那有那个 16 吋的 Macbook Pro 那是给谁买的 那个呢 就是给两种人 第一个呢 应该说三种人 第一个呢 是预算无上限的人 因为他就是预算没差嘛 那你买一台比较大的笔电 你看萤幕又大 然后效能又好 买起来就很划算 也很漂亮啊 而且很多人其实是开车出门的 那他把笔电丢在车上也没差 所以这个重量也比较没差 那第二种呢 就是这个型体健康型体用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大台的笔电真的比较重 你整天背着一台两公斤多的电脑 其实那是很大的负担 以前我年少轻狂的时候 也觉得这不是负担 所以我就一直背着一台 17 吋 3.49 公斤的 Macbook Pro 在路上走 现在我后悔莫及了 因为一直背着这样 然后硬扛的结果就是 就是 这里痛那里痛 这里痛那里痛 然后还常常看不好 毕竟我不是像馆长那样子的大汗 所以我没有办法一直扛着这么重的东西这样走 所以呢 你的身体素质要考量进去 你是不是能够一直背着那么重的电脑 很多人我看很多都用侧背 那样不好 那样子 肩膀真的会受伤 尤其是你如果这样子背背了过 30 岁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那个肩膀会歪掉 然后你就看医生都看不好 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 再来第三种就是 你真的需要 行动高效能运算 谁会需要这样子呢 我之前看那个一些YouTube的影片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就有这样的需求 因为他们不会出国玩吗 那出国玩的时候拍了影片要立刻剪 那你立刻剪 你总不能像我带着MacBook 然后立刻剪吧 所以他就需要一台高效能的笔电 那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直接买 16 寸的MacBook Pro 要记得 16 寸才有独立显示卡 其他通通都没有 那如果你要用那个 Adobe 系列软体什么 Photoshop Premiere Lightroom 这些 都一定要有独显用起来才会顺 当然你也可以像我一样硬坚 我就是对苹果有爱 然后又对那个小的 13 寸有爱 我就硬坚 要等没关系 我等 但是呢 大部分的工作都不能这样子啦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效能需求 就买 16 寸的 MacBook Pro 是最好的选择 大概就是这样子 当然 你要带着 iMac 出门也是可以 我们之前有看过吗 专门背 iMac 出门的袋子 你也可以买那个 那也很方便 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那今天呢我们就简单地谈谈 到底苹果的这个这么多型号的电脑要怎么去选 那之后我们再来谈 当你选第一台电脑的时候上面有那么多的配置 你要怎么样去选最适合你的配置 那我们就之后再来谈 那对于这个苹果的型号你要怎么选 如果你还有任何想法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直接在下面留言 我们再来讨论 那最后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铃铛 打开通知 按赞加分享 那我今天就说到这里啦 我是陈寗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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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